可爱毛小孩是人类最忠实的好朋友 两天会擦一次早 干擦这样子 对 然后出去 就是出去散步回来的话 就是脚底跟脸 基本上都会再擦过一次 一名50岁妇人 同样很注重宠物清洁 她天天抱狗狗入睡 日前感觉耳朵疼痛 流血就医 一时发现 是寄生在猫狗身上的壁尸 跑到耳朵里 即便各位会把她的身体 清洁得非常干净 但是一些在草丛中常见的这些壁尸 也有可能会经由动物的皮毛毛发 跑到我们的耳朵或身体的其他地方 而造成伤害 帮她做一些那种低剂 或者是定时的驱虫药之类的 然后固定的时间 就是让兽医师帮你做 全身的毛发上面的检查 当然这是一个可以预防寄生虫感染的人 耳朵不舒服 流浓肾血 还有一名80岁长期卧床的阿嬷 医师发现阿嬷耳朵里 藏了一只一公分的区域 家中有长辈或是行动不方便的家属 在家里的时候要注意 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 让一些小昆虫或是蟑螂 跑到耳朵里面 而造成一些寄生的情形 苍蝇跑到耳朵产软长区 医师呼吁家中有卧床患者 要多留意居家环境清洁 注意通风和卫生 大爱新闻黄子林 蔡玉凯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